摊牌了 两规划已离开中国报阿兰紧随其后 做国父正式表态去向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再跟球迷想一的聊聊 那么在开始话题前 也烦恼屏幕前的球迷能够给个点赞和关注 下面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国足规划球员的问题 都知道随着中国男足在市区赛12奖赛上 是1比1战平安安后 国足想要晋级这个世界杯 彻底的希望变得十分迷茫 甚至可以用现在能够提前准备 下届施育赛来形容了 同时这也宣告着国足首次规划之路 没有取得一个满意的效果吧 当然这主要的原因并非是在规划球员的身上 作为国足的主帅李铁 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那么现在国足阵容中的规划球员 像洛国富已经是33岁了 阿兰是32岁 埃克森也32岁 蒋光泰是27岁 从年龄的角度去分析的话 前三位四年后 恐怕将要告别足球赛长 李铁没有抓住规划球员压阵的黄金时期 那么后果可能就是规划球员存在众多变数 甚至是离开中国 毕竟目前已经有两位的规划球员 是离开了中国冲犯巴西 我们大家都知道 高达特因为与广州队之间存在的这个薪资的问题吧 加上不能够及时的为国足效力 所以是在近日也正式的做出了决定 带着全家人乘坐私人飞机飞回了巴西 高达特临走前也是留下了12个字 让人格外的心酸 那就是离开对大家都是最好的决定 高达特离开也意味着 他将永远不会代表国足出战比赛了 同时巴西媒体对于高达特的离开吧 也是进行了相关的报道 巴西媒体表示 广州队的这五位巴西人的私下关系都是非常的密切 高达特的解约也将促使更多人离开中国 所以这将是对于国足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除了高达特外规划球员费南多目前也已经是回到了巴西 而且在国足队伍里的出勤率极低 虽然费南多常年是受到伤病的困扰 但从他的态度能够感觉得到 他确确实实有一种躺平的现象 且还是不想回到中国代表国家队出战 当然这还没完 根据一些媒体报处的消息来看 艾克森和他来目前也有想要回国的想法 本次是赛或许就是这两位规划球员的羡慕战 洛国富未来的去想 他本人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是做出了表态 洛国富表示会和国足战斗到底 所以能够确定洛国富回到巴西的可能性不大 但这意义又何在呢 事实证明国足成绩想要有所进步 光考虑走捷径是不太可能的 规划之路是不适不可取 但对于目前国足的大环境来说 只能解决当务之急 未来的长久的发展还是要做清晰的作息 各位周围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请你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